福建省宁德市郊城区张湾镇坐落于三都澳之畔,是中国水密隔仓浮船文化之乡。 其浮船制造记忆即明代红五年间由闽南传入,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2010年,中国水密隔仓浮船制造记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该记忆的保护与传承,由此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张湾镇的水密隔仓浮船制造基地实地采访。 我们的祖先带着这个记忆从闽南一带到我们的定居。 通常的造木船是要在这个材料方便的地方来坐,同时造船下水有感到可以开出去。 早在宋代,浮船便以海州以福建为上而著称于世, 其船上平如横,下侧如刀,底尖上阔,手尖尾宽两头翘。 而水密隔仓则是只用隔仓板把船舱分为互不相通的舱区。 当船舱受损漏水,可将海水限制在局部船舱中,不至于迅速沉没。 这项发明既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又增加了远航的安全性。 年余六旬的刘细秀出自扶船世家,19岁便跟随父亲在张湾造船厂当学徒。 如今是水密隔仓扶船制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着这门古老的绝活。 我们学徒一年就不够,起码要学三年以上,三年以上才可以出事捕鱼啊,运输啊, 还有这个小海啊,那个渔民跑小海啊,都不是运作个船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水密隔仓是我们中国劳动人们创造智慧的阶级。 他这个创命出来以后对我们,对自己也有发展,也有推动作用嘛,有贡献很多。 千百年来,水密隔仓扶船制造技艺被广泛应用于渔船、货船、战船以及外交使船。 直到18世纪后期,该技艺传到西方,水密隔仓成为现代船舶设计中的重要结构形式, 至今仍普遍应用在现代船舶制造中。 水密隔仓扶船制造技艺的工序十分繁杂,在施工过程中均有手工操作, 每道隔板用若干木板损接而成。 在隔板与船底板衔接处,装置有肋骨, 而后将船舱木板之间的缝隙,经塞缝、修灰, 使其密不透水后再油漆上化,才算完成造船。 船船做完以后,这个有份嘛,它这个有份以后就是这个铜灰吧, 铜油灰拿去搓,搓以后拿去打,打暖以后就是把它打进去, 这样打进去,里面都是这个, 主尸跟油灰拿去混合,把它做上面, 这个是油灰的上面,那个那一层, 力气越大它打得越紧,越紧以后它就不会漏水了, 这个船船船船都是这样。 刘锡秀告诉记者,传统的水密隔舱浮船制造记忆, 由张湾刘氏家族传承了22代,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浮船正在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再加之造船又是辛苦活,工资不高, 年轻人不愿意学,记忆传承迫在眉睫。 这几年来,刘锡秀开始设计浮船模型, 寻找着记忆传承的新途径。 如今,活跃在造船一线的师傅仅剩40多位, 年轻的船船人尤为稀缺,为了抢救、保护船程水密隔舱浮船制造记忆, 2012年,宁德市郊城区成立了水密隔舱浮船研究会, 中国浮船文化展示中心, 水密隔舱浮船制造记忆船西所等也相继建成。 通过建立一个我们这个水密隔舱浮船制造记忆的一个文化创业的一个基地, 为我们的现有的这些传承人, 还有我们热爱这个浮船制造记忆, 水密隔舱制造记忆的这些年轻人参与进来,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呼化出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文餐作品, 花扬我们的浮船文化, 把水密隔舱制造记忆更好的传承跟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